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雄农田水利会全国首创农民服务专线5591234今天启用,今年更首度打造曹工精深,本月29、30日将办曹工祭典,市长陈菊也将参加开光仪式,另有千人采接游行,场面盛况可期。 高雄农田水利会长吕文豪推动改革,经启用农民服务专线5591234提供渠道维护管理,灌溉沟区规划,农地灌溉积水,水利工程兴建,工程改善及灾害复旧,工程招标,增购水利用地等服务。 吕文豪指出,水利会今年首度打造曹工精深,并扩大举办曹工祭典,他将与市长陈菊一起参与曹工精深点灯仪式,活动以加年华会形式呈现,包括木彩,艺文表演,采接游行,欢迎民众共襄盛举。 近来传出农田水利会改回官派声浪,高雄农民大多没有意见。 吕文豪认为,不管是官派或民选,应以农民最大权益为考量,找出符合农民需求的制度,解决农民灌溉与排水问题,才是对农民最重要的事。 吕文豪指出,台湾水资源匮乏,加上国土破坏,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整合,水资源就是一块大饼,政府究竟是要照顾民生,还是顾及工业,农业。 他认为,水利会未来不管是官派或民选,应找出对农民最大需求的体制,才是政府最重要的事。 农民认为,只要有好的体制,大家就没以见。 吕文豪说,以目前水资源现况,农田水利会属于工法人,并非政府机关,由农委会管理,水市经济部管理,行程双头马车,传达也有落差,官派有点是有助于政府资源整合,农民只要配合政策,核实办理休耕等政策落实一条边。